穿著制服 氣雨宣昂 邁步前進 陸軍官校的學生分裂式 是每年六月十六號校慶的重頭戲 但最近有退伍軍人社團 號召五百名校友到中國 參加黃埔軍校九十九年校慶活動 讓退伍會主委馮世寬很感慨 語重心長的歌空喊話 馮世寬強調 退役軍官到中國參加紀念活動 並不妥當 如今也在國內引發爭議 認為是中國的統戰手法 同樣是黃埔校友的 國民黨立委吳思懷 卻有不同看法 退伍會強調 黃埔軍校的正統一直在中華民國 也說出重話 不要貪圖落地招待等迎頭小力 落入中共統戰圈套 吳思懷則認為 以害怕統戰當力由反對退伍軍人 前往中國並不合理 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紀林聯十四號也發表公開信說雖然校友總會及陸軍官校校校友總會 證詞規見後仍有極少數同學執意成行 個人以為奇其不可 在解放軍始終不放棄武力犯台的情況下 退役國軍軍官參加中國的黃埔紀念活動 一不小心恐怕將淪為統戰堪版 華視新聞 歡迎收看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